Hello 各位朋友 今天剛剛星期三 財政預算案就出了 今早才爺整個財政預算案 在地產的落物真的不多 地產的落物只是快快地過 我相信相反地看 他對地產其實很放心 沒有需要特別去救 因為幾個大的數字 2020在疫情之下 樓價都微升了0.03% 可以說是橫行 但踏入1、2月樓市更加刺激 有部分朋友形容為大牛市 所以見到政府都貼地 都看得到樓市 沒有需要特別去 即是怎樣震興 已經是量化寬鬆之下 是有利於樓市 看到供應量 他又提及過 未來五年 是16,500伺 如果看回去年 2020的財政預算 他提及 是19,000伺 明顯 都預計過 私樓的供應量 土地供應量 是少了 供應量是會低的 另外 其實在猜股署出到的數字 2020 在這麼惡劣的疫情之下 他都有2萬火的新樓供應 這是實質供應量 這是實質供應量 即是出了2萬火 出來市場 見到 其實政府都苦無對策 在土地供應量上 他也是 當機立斷 今天的財政預算 最大的 地產手筆 就是 將啟德的五幅 商業用地 改了做 住宅用途 住宅用途之下 增加到差不多有 幾千火 但是啟德這五幅地 其實是啟德最後那五幅林海用地 我相信是豪宅來的 這個是豪宅來的 變成如果 政府這五幅 啟德地 如果是真的在啟德 全部豪宅 都值500億 我相信在庫房來說 增加一個 土地的 賣地收入 香港又多了五幅 豪宅用地 不過 就會 偏向於 高價樓方面 有一個新增供應量 猜響是有減的 減少了 但減少了 我相信 看到去年嚴峻 減多了 今年減少了 但也是減了猜響 減少了猜響來講 其實對 投資收租 收租 物業 總是有幫助的 交少了 幾千元猜響 另外很特別 其實 跟物業有關 就是他加了兩個稅 一個就是 股票印花稅 而且股票印花稅 如果加了 這麼激烈的股票市場 在2020 疫情之下 其實股票市場 都繼續激烈 跟物業一樣 是 量化寬鬆之下的 產品 全世界 如果持有財富的人 都擔心貨幣貶值 所以都是 投向於商品 股票是其中可以投入的 所以政府也看到 未來 去年股票都輕旺 今年更加 如果振興經濟 復甦市 更加 股票市場 都會輕旺 所以他加了少許的印花稅 是沒有影響到大局 不過 增加收入 另外又是商品 加了新車的落地稅 還有另外的排費 所有車主每年的排費都加了 第一就是環保 希望大鼓勵市民 不要開那麼多車 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其實都是 照我所知 2020 新車的落地 和扣車 都是增加了 都是因為商品受追捧 車設品 私家車都是車設品 因為近期的車位都很貴 你移動的車位都貴 200萬的市區車位 隨時要出現 所以這兩個 都是和物業市場有差不多類似 就是商品受追捧 量化寬鬆 未來 對上接下來的兩年 繼續是低息 繼續 持有財富的人 都會買商品 所以這兩樣 他是沒有 特別刺激 反而是加了稅行 這個對 物業市場 都是 同等 因為物業市場 對民生 是有影響的 所以這次 是沒有特別說加辣 即是他不會像股票市場 不會像新車市場 去加辣 其實他兩個都加了辣 另外一個 論點 市場和希望政府 去減辣 其實 當樓價一陷刺熱 還要未來是大牛市 你都不用指望政府會減辣 大家正在爭取 可不可以把壓力測試 取消去 不用去銀行 金管局指定銀行 去估他收入 公款收入的時候 加多三厘上去 差不多雙倍利息 來估他買家的 收入 另外就是 按揭乘數 會不會有林鄭Peng 再加碼 去到千五萬 落空了 我想政府看到 樓市 尤其是樓價 開始升 而且多刺熱 交投多活躍 變成最差的日子 1920 都不下跌 二一是大復蘇市 所以他都沒有減到難 派堂就派得少少 其實人人受惠 五千元是電子消費 因為間接對物業市場是有用的 你刺激到消費 落到現在受影響最大的零售業 或者 餐飲業 其實間接都在振興經濟 振興經濟 其實分子家庭 結婚率一高 物業的需求 都會隨之而增加 所以這些是間接的 沒有直接影響到物業市場 但是有一個 今天同期出了猜股署的租金 其實2020年的租金 是有機會看是跌了 已經是開始 連跌了三個月 開始升 升0.3% 這個要特別留意 看得到 整體雖然近期的樓市買賣是往 其實租金如果能夠跌 其實更加鼓勵到市民 擺放在物業市場 買樓收租 整體而言 整個財政預算案 其實都是 去資助基層 去振興香港的經濟 去幫助一批 在疫情首當其衝的 一些基層 的生活 都是好的 起碼 基層市民 直接受惠於 有些 現金券 另外 其他的 種種貸款 失業貸款 或者 特別資助 某個範疇 都應該的 你都需要 在疫苗一路打的時候 市民一路去準備 受惠於復甦 其實近期市況 疫苗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步 變成我們真真正正 第一針 昨天已經有很多 高官都打了 星期五市民都開始 一路路打 其實越來越多 市民受惠於疫苗 例如 開關的機會越來越大 能不能在 第二季 能夠多的市民 做了 疫苗呢 能不能夠通到關呢 能不能夠開始 旅遊業又振興 這種種如果能夠盡快振興 其實對物業市場 是直接有幫助的 我們已經發覺在二月份 上半月 過億完成 當然是多了 國內的資金 是多了 其實是新香港人 本身都在香港 已經拿了三顆星 對上這十幾年 很多申請 以往的投資移民 七年那些 都已經拿了 三顆星的身分證 他無需要付30% 的海銀市引發稅 已經過億元的成交 山頂豪宅 五億多元的成交 在五月份 在二月份 陸續已經 出現了 而且 現在的 一手樓的貨尾盤 為什麼有貨尾盤 其實大部分的貨尾 港九新界都有 八九十個貨尾盤 可以這樣說 它是最 優質的貨 是比較貴的 例如一層樓 六十樓 層高 剩下50樓以上 因為現在用家市 對上這一年 買了十多樓 二十多樓 同一個單位 如果六十樓 和五樓 對比 相差百多萬 有用家來講 將貨就價 不如買一間 十樓就夠了 一樣見到海 但不用買一間 五十九樓 但現在 全香港的 貨尾盤 就會剩下 俗語叫做 特色單位 地下蓮花園 複式單位 五十樓以上 但是近期 確實又消化了 因為價單又沒有加到價 是用半年前的價 其實 買漂亮 買貴一點 買貴一百萬 但其實你是 全座樓裏面 最靚單位 最靚海景 最高座數 這些成交 2月份是多很多的 我們看到 每一日 每一週六日 的全香港 我們在這個十大屋 週六日 看到 37宗 破了8年的新高 但相對見到一手樓的成交 是五十幾個屋 每個屋 都兩三宗 是全港九屋的屋 都有 是很 健康的現象 不會集中 某某屋 大減價 大傾銷 做了幾百單 就說很好成交 現在是 五十幾個屋 每個屋都賣一兩間 這樣就 很平均 很能夠 覆蓋面 廣闊 其實 這兩個因素 我們看完 今年 全年 我們都看到 大牛市的現象 是出現了 可以有機會 我們看 到六月 已經 可以達到 中原城市指數 一九零 即是升多七個百分 到年尾 中原城市指數 可以達到二百 即是樓價升到十五個百分 就可以達到 歷史新高位 二零零 中原城市指數 這個數字 隨著疫情一路改善 疫情受控 應該 大復甦 可以做得到 各位 繼續 要身體健康 希望 在2021年 一個大復甦的環境 在大牛市裏 大家都選擇一層 美麗